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国演义中描绘了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也讲述了一幕幕波澜起伏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情节 这些战争情节不仅包含了当时的军事智慧 也让后世读者津津乐道 一场场刀光剑影的生死悲欢 一声声鼓角争鸣的乱世回响 一幅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留下了令人品味不尽的历史棋局 而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战争情节之一 也就是关渡之战 为了争夺北方的霸业 袁曹二人在黄河之畔的关渡兵戎相见 中原大帝也被他们雷霆万军的声势所震慑 作为交战的双方 当时的袁绍坐拥既清幽病四周之地 兵精良足实力雄厚 而曹操一方却是身处四战之地 兵少良乏实力远不及袁绍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曹操将怎样与袁绍进行博弈 在三国演义中 这场权谋与人心的较量 又展现了曹操与袁绍各自怎样不同的格局呢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这部影响中国人性格底色的经典名著 敬请关注三国演义启示录上部 第九集 格局与结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咱们今天讲关渡之战 从汉末天下大乱到西晋完成统一 在这样一段比较长的历史中间呢 发生的大小战役应当说是不计其数 但要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塑造了历史格局的关键性的战役 其实就是所谓三大战役 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 还有伊陵之战 对于这个关渡之战呢 它的前因后果 还有它的前奏余波 三国演义都是有所涉及的 但是笔墨比较集中 它主要是在三十回 也就是战关渡本出败祭 劫吴朝梦得烧凉 关渡之战前呢 袁绍时占据有青州 幽州 济州 并州 曹操呢 具有衍州 徐州 为了扩大地盘呢 发展实力 袁绍就以为朝廷除奸为名 打造声势 兴师陶曹 这个前后战事持续一年有余 双方互有胜负 这个时候呢 袁绍的重要谋士许优 忽然就投奔了曹操 就把袁绍军中的虚实尽数 都告诉了曹操 并且献祭说要火烧乌朝 就是袁绍屯粮的那个地方 曹操就如急而行 亲自率兵 发动了突袭 火烧袁绍的军粮 这个粮草被烧之后呢 袁绍军心不稳 然后就一战而亏 经过了这次大战 曹操就取得了北方的绝对的优势 袁绍呢 则从盟主的地位就给跌落下来了 再之后不久呢 曹操又发动了堪称摧枯拉朽的这个 苍廷之战 然后就彻底的击垮了袁绍的实力 而袁绍也在不久之后 忧愤而死 那么对历史啊 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关渡之战 他也是一场典型的倚若胜强的这种战役 我们都知道战争其实主要拼的是实力 消耗的是钱粮 而就实力来说呢 袁绍的胜算应当是更大的才对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看三国演绎就会发现 当时的那些有识之士 基本上 他们很早就判断了曹圣原富的这样的结局 在他们眼中看来啊 这场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关渡之战 竟然可以说是三国历史上最没什么悬念的战争之一 那么他们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凭什么做出这种判断呢 那咱们就看一看 贾许国家他们对于战争形势的分析 咱们先讲这个贾许 贾许这个人绝对是个聪明人 叫算无一策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这样 当时贾许呢 他还没有托本曹操 他正担任张秀的谋主 关渡之战即将拉开大幕的时候 袁绍呢就派使者前来拉拢张秀 结果贾许呢就把袁绍的书信 当面就扯了个粉碎 就让使者烧话给这个袁绍 说你和袁树是亲兄弟 你们亲兄弟之间尚不能够相容 怎么可能容得下别人呢 然后就把这个使者给赶走了 贾许的行动啊 就把张秀吓了一大跳 张秀讲现在局是很明显 袁绍的这个实力很明显强于曹操 曹操是弱的一方 先生您现在把袁绍的这个书信扯碎 这个使者就赶回去了 假如以后袁绍前来报复咱们 咱们该怎么办呢 贾许说这很好办 咱们投奔曹操就是了 张秀说可是曹操是和我有仇啊 投奔曹操这事靠谱嘛 我们说张秀的担心 确实是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确实是和张秀有仇 甚至可以说是血海深仇 让自己投奔曹操 说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这个贾许就回答说没有开玩笑 投降曹操的好处 他给张秀列了三点 第一曹操是邪天子令如后 政治正确 第二呢 现在袁绍人多势众 咱们这点人马 如果投奔袁绍的话 根本就不足以引起他的重视 与其是给他锦上添花 咱不如去给曹操 这个雪中送汉 咱们投奔曹操 曹操一定会对咱们非常重视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说是曹操志向远大 他是想成就齐桓禁文那样的霸业 咱们要一去啊 他一定会放弃私人的恩怨 就为了向天下人显示自己 那个宽广扩大的胸怀嘛 这一点啊 你完全不必担心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后来的情况 果然就像贾许所说的 曹操不但接受了张秀 而且还封他为阳务将军 为了让他放心 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 很明显 这个贾许是以自己 以及自己主人的身家性命为筹码 他是把这些筹码在战前 都是压在了曹操的身上 可见他对于二人胜负的判断 是非常清晰的 说完这个算无一策的贾许 咱们再说三国守护的天才军事 郭家 郭家呀 其实很早之前 就在袁绍和曹操两人当中 是做出了自己的取舍 当初呢 是郭家也曾经去拜访过袁绍 袁绍其实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对他礼敬有加 郭家在袁绍那儿住了些日子 也和袁绍进行过谈话 有过观察 最后对袁绍的评价是什么呢 说是 袁公欲孝周公之下事 而为之用人之机 多端寡药 好谋无绝 欲于共济天下大难 定霸王之夜难以 这个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 袁绍这个人呢 想要效法当年周公的那个 李贤下事 但是他根本就不懂得 不知晓用人的奥秘 他做事情呢 头绪太多 但是根本把握不住要领 他喜欢谋划 但是却没有决断 想要和这样的人 共同去整计天下大难 成就王霸之夜 那太难了 从袁绍这儿离开之后呢 又去见曹操 和曹操 进行一番深入交谈之后 对曹操是非常满意 赞不绝口 他有一个判断叫什么 叫真乌主也 就咱们现在话说 那是梦想当中的主公 对两个人所进行的 这个更详细的对比呢 在后边 那个是在历史当中 郭家曾经上过一个 有名的册 叫做时胜时败 那么这篇文章呢 这个三国演义当中 是把他用郭家和曹操 对话的形式 在三国演义的第十八回中 做了应该说 几乎是全文的这种呈现 整个都以对话的形式 然后把它放在三国演义当中 在这个对话当中呢 这个郭家呢 就从道 意 制 度 谋 德 人 名 文武 十个方面 进行了对比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 这个政治宣传 政治策略 胸怀气度 形式风格 决断能力 个人魅力 待人接物 心智周全 用兵高下 等等等等 应该说是全方位的 把曹操和袁绍 进行了一番对比 对比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功 由此时胜 予以 败少 无难以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 您有这么多的优点 打败袁绍 根本 不在话下 对于关渡之战这场经典的战役 后人以各种方式进行了记载 而三国演义 而三国演义更是以大幅张回演绎了这段历史 透过作者的描述 我们看到 不论是郭家还是贾许 这些谋士似乎都早已预料到了元曹二人胜负的最终结局 龙中队一句 非为天时 意义人谋也 更是道出了此战的玄机 那么 袁绍在此战中究竟都错失了哪些获胜良机呢 郭家还有贾许 他们用来判断袁绍和曹操之间胜负的这些素质呢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那么这个词就叫做格局 其中格是什么呢 格是指的是品格 意志 风度 它是更侧重气质 人格方面的东西 局呢 指的是精怀 气量 度量 它更侧重的是能力和见识这些东西 我们说一个人有格局 就是说他胸襟宽广 有容人的气度 而不是小肚鸡肠 牙字必报 说有格局的人遇见事情呢 他们是能够从大处着眼 从长记忆 而不是急功近利 鼠目聪光 咱们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一个人有格局 当然是一个好词 是一个褒义词 但是这个褒义啊 它并不具有道德评价的那种色彩 有格局和没格局相比 这个有格局 它并不是更高尚 更有道德 而只是更高级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所谓有格局 其实它还是讲功力 也还是要算的 不过就是有格局的人算的呢 它不是近在咫尺的眼前 而是更加长久的将来 谋的不是迎头小利 而是宏大的目标 或者更准确的说呢 就是说有格局的人 他也算 但是他们的算 不是算计 不是盘算 而是以大事也 大格局为参照的 那个算筹 运筹 我们讲 人的心智 都是有限的 假如我们的心智 被大量的杂乱的 貌似重要 而实则无关紧要的 这些细小的东西 都给填满了 那么 我们就不可能 去重视那些 真正重要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 清末的时候 一个能臣曾国藩 他讲了 做大事者 守重格局 意思是说 能做成大事 能成就大业的人 这个格局是第一位的 曾国藩这个话呢 他确实是 能做成大事 也确实做成过大事的 那种人的知味之言 越大的事情 完成起来就越艰辛 越接近一个人的极限 我们说 刚开始的时候呢 人和人之间 比的可能是资源 比的可能是先机 比的可能是勤奋 执行能力 等等东西 但是越到后来 考验的就是那种 系统性战略性思考的能力 那败下来的 一定是那些格局不行的人 所以一言以蔽之 格局 他才是一个人的最终的竞争力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 什么是格局 格局如何重要 咱们再来看 袁绍和曹操 很明显 这个叫做格局的东西 袁绍就很小 而曹操就很大 一个小格局的人是根本不可能 做出大格局的事情的 打个比方吧 就好比我们说画画 一个人他的画风一旦形成 他再去创作一个作品 让他再去画一幅画 那么他所汇出来的这个画 就不过是已有的画风的具体呈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两个人不同的格局 也就决定了 作为主帅的他们 在相互博弈中的表现 并且确定了 预定了最终的结局 咱们先来看袁绍 咱们看看他在战前 战中战后的表现 在关渡之战前 袁绍在实力上应当说是 远胜于曹操的 不过呢他也有一样东西 他是和曹操没法比的 那就是曹操是挟天资以令诸侯 那在政治上 有着袁绍所不具备的那种 叫话语优势 这个事情呢是众所周知 不过不那么众所周知的事情是什么呢 说这个政治优势 其实竟然是袁绍 他拱手让给曹操的 原来啊 很早之前 袁绍的重要谋事 居寿 他在得知了汉贤帝流亡到河东的消息的时候呢 就曾经建议袁绍 说是你应当把汉贤帝 接到咱们自己的地盘来 并且他还这样讲 挟天子以令诸侯 蓄士马以讨不停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袁绍断然拒绝了他的这个建议 那么袁绍 我们说他为什么拒绝了拒手的这个建议呢 分析这个主要原因啊 恐怕就是因为他和汉贤帝 这个早有矛盾 对接受汉贤帝来自己的地盘呢 他是心存借地的 他在那些人处 对汉贤帝这个皇帝是不认同的 这个事情就要往前说 说当初呢 汉陵帝驾崩的时候啊 一些宦官就想废掉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少帝流变 立流邪 也就是后来的那个贤帝 作为皇帝 那袁绍他是坚决反对的 在他们的坚持下呢 流变最终得记大同 后来是什么呢 是董卓入京 董卓入京以后 他就要废掉少帝流变 而另立流邪 袁绍又是解决反对的 并且因为这个和董卓 两个人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是这次因为他的实力 没有办法跟董卓抗衡 最后是无力回天 流变还是被废了 流邪即位 所以这个我们综合这些历史材料 我们可以说啊 在过往的历史上 袁绍其实一直是和汉宪帝的 这个关系不太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让自己把这个汉宪帝接过来 天天时时要面面相对 这个袁绍似乎他是过不了自己的心理观 这是一点 另外呢也其实还有利弊的考虑 我们知道这个袁绍出生很高 叫四氏三公 是天下士族当中就是最有声望的一个 那么如果没有汉宪帝在身边 那袁绍就是士族的老大 是自己地盘上的说了就算的人 如果要多了个县帝呢 那就等于多了一个顶头上司 就算这个顶头上司是名义上的 但是自己做起事来呢 也一定会有一定的掣肘 再就是随着势力的扩大 这个袁绍恐怕他自己的野心也在滋长 假如机会合适 他自己也想在这个龙椅上坐坐 也想把这个龙袍披在身上穿穿 那个时候假如有县帝在身边 恐怕就是个很大的麻烦 这是讲战前袁绍处于各种这样的考虑 把政治正确那已经就丢给了曹操了 时隔千年 曾经的关渡古战场早已沧海桑田 然而行走在黄河故道 我们仿佛依稀可见 这场以天下为赌注的决战气势 在那硝烟四起的战场之上 胜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那么在关渡之战的过程中 袁绍又做出了哪些错误决定 又是什么让他在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 最终败于曹操呢 咱们再看袁绍在关渡之战当中的表现 一言以鼻之就是叫昏招迭出 作为北方的两大力量 袁绍和曹操发生冲突 那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军事冲突以怎样的形式展开 袁绍的几位主要谋士态度其实并不太相同 田丰和居寿他们就认为 自己这一方力量虽然强大 但是呢连年用兵 百姓士兵都很疲弊 说曹操呢 虽然他看起来力量弱 但是曹操这个人是 治军有方 士兵精锐 所以呢 急于攻曹 并不是上策 当前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休养生息 积聚实力 与此同时呢 就是以向天子献结这个名义 就要求带兵进入许都 当然这个事曹操是不会同意的了 如果他不同意 咱们就可以拿曹操阻断王陆为借口 将军队就驻扎在边境 叫一耳劳之 不断地骚扰他 给他以压力 消耗他的实力 用不了三年 咱就可以把曹操拖垮 到那个时候 咱在出动大军 不难一战而定 但是呢 另外一些谋士 意见和填锋居首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这个 吹捧袁绍 说袁绍啊 您是英明神武 实力又强 直接发兵攻打曹操就好 咱有什么必要搞什么县杰之类的名堂呢 到底是哪一方的意见正确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然是居首填锋 意见是正确的 那么袁绍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的选择是拒绝了居首填锋的意见 亲率大军 开赴关渡 事实的发展就印证了填锋居首的看法 曹操啊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在几次进攻势力之后 袁绍呢 就和曹操转入了相持的阶段 在这个时段内啊 其实是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摆在袁绍的面前的 但是袁绍他没有抓住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说当时呢 是刘备杀了徐州城的首将车咒 就夺了城池 自己就占据那个地方 这曹操当然不能容忍啊 于是自己亲率大军 就前去讨伐刘备 刘备向袁绍就求援 这个时候田锋呢 就立刻去见袁绍 说这个时候许昌是守备空虚 如果攻击许昌 那么曹操必定是焦头烂额 首尾不能相顾 这个意见明显是非常好的一个意见 但是袁绍 面对这难得的战机 他竟然以幼子病重心绪 繁乱为理由给拒绝了 咱们知道这个机会啊 是转瞬即逝的 任何事情要把它处理好 往往都有一个非常难得的 这个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一旦过去 可能就会永远的关闭了 当曹操迅速的把刘备打败 回过来全力对付袁绍的时候 再找这样的机会 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我们刚才说的是关渡之战中 再看关渡之战后的表现 那么袁绍的表现就更加的令人不屑 关渡之战失败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没有回到冀州之前 袁绍就下令 要把囚在狱中的田锋 就下令把他杀死 那么田锋有什么罪呢 田锋无罪啊 假如说有 一定给他找个罪 我们说那他就是所则非主 他把自己的才华和性情 都错付给了一个根本不值得付出的人身上 当年曹操打刘备 田锋就劝袁绍 趁机发兵袭绍 袁绍是拒绝了 等到曹操已经战胜刘备 袁绍反而要主动进攻 这个时候田锋就劝他 不要再轻举妄动了 应当依据自己雄厚的实力 和曹操相持 等待合适战机 这绝对是金玉良言 但是袁绍就因为田锋在情急之下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若不听臣良言 出师不利 就因为他情急之下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就把田锋吓在狱中 袁绍这个关渡战败之后呢 狼狈不堪 这些失败的军士啊 在回来路上就纷纷抱怨 袁绍如果能够早听田锋的金玉良言 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惨败 这个袁绍路上听了这个话 心中最初生起来的是悔恨 他就跟冯绍就说了 武不听田锋之言 知有此败 武今归去 修见此人 这个冯绍啊 是个小人 于是他就对袁绍就开始禁禅言了 他说啊 风在狱中闻主公兵败 府长大笑约 果不出乌所料 袁绍一听这话就大怒 于是命使者先行拿着宝剑 在狱中将田锋杀死 然后自己再回到冀中 有人就说了 那不是要怪冯绍吗 要不是冯绍献禅言 田锋也许不会死 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呢 袁绍在路上就念叨 修见此人 他其实就是在向手下暗示 自己是不想再看见田锋 既然袁绍作为主人 都不想见到田锋了 那么田锋 你想想他能有活路吗 就算冯绍不说什么 田锋也依然必死无疑 那么袁绍对田锋 应当是怎样的态度才对呢 犯错误 咱们可以说是在所难免 人非圣贤 树能无辜呀 面对已经发现的错误 有的人是从善如流 过而能改 有的人是讳目如实 乃至是恼羞成怒 袁绍刚愎自用 死不悔改 为了避免来自想象中的 田锋的嘲笑 竟然选择了将其处死 给他指出问题 提出正确意见的人 竟然死在他的见下 请问谁还敢向他指出过失 提出自己建议呢 那么像袁绍这样的人 他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他不失败 谁还失败 难怪当初苏巡就发出一声感叹 说子孟德本出之所以心忙乎 这个叹息啊 是苏巡的叹息 其实也是我们看三国演义的感慨 论身世 袁绍出身名门望族 有着四世三宫的家族背景 而曹操却为宦官之后出身寒威 论实力 袁绍雄聚河北 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而曹操当时的兵力 却远在袁绍之下 然而在这场较量中 原本应该胜券在握的袁绍 终究因自己的高傲自负多疑不绝 错失了主宰天下的机会 那么关渡一战 作为获胜一方曹操都展现了他怎样的大智慧 从袁曹二人不同的命运当中 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请继续收看 格局与结局 咱们刚才说了一堆袁绍 作为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操 咱们看曹操 袭天子以令诸侯 是曹操崛起的关键策略 所谓说是 西晋文宫纳周相亡而诸侯服从 汉高祖为异地发丧而天下归心 金天子蒙臣将军成因此时首畅一兵 奉天子以从众望不适之略也 若不早途人将先我而为之一 正是这个策略 就使曹操一举就拥有了正统的话语权 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对《西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情态度上 咱们就能够看一看 袁绍和曹操两个人气度格局的差别了 咱们刚才讲 袁绍为什么不接纳汉贤帝呢 是因为过去和他有芥帝 但是咱们在想 曹操此前又何尝没有和贤帝 有芥帝呢 袁绍担心县帝在自己身边 对自己的行动造成车手 那曹操又何尝不会料想到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但和袁绍只考虑到县帝到来 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不一样 曹操呢 他更是充分地估计到了 邪天子以令诸侯 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政治资源 存量和增量 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 袁绍的气度呢 是容不下过往的芥帝 袁绍的格局呢 不足以安放天下这排大旗 当他遇到气度格局都远远比他大的曹操 那失败就不在情理之外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 曹操总是能够分清轻重缓急 抓住战略的要点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 刘备杀掉徐州城的首将 这是一个紧急突发的事件 曹操最初的想法当然是派人拖住刘备 等到与袁绍的战争结束之后自己再行征伐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曹操马上就调整策略 亲自带兵征伐刘备 而他之所以如此呢 就是因为他能够分得清 袁绍和刘备的轻重 他知道刘备是真正的人中豪杰 一旦羽翼继承难以对付 相反袁绍虽然眼下强大 但是多疑不绝难成大事 所以不足为力 曹操在整个事件当中最亮眼的表现 我们说还在于关渡之战获得胜利之后 当时袁绍因为败得非常匆忙 没有来得及销毁军中的所有的重要文献 就跑掉了 曹军将士就搜到了一捆书信 这个书信呢都是许多 以及军队当中有些人暗通袁绍的书信 战前已经觉得自己要败了 提前跟袁绍已经有所交流 实际上这就是叛徒嘛 有人就建议 丞相您应当按照书信逐一点对 把这些暗通袁绍的人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收而杀之 但曹操他的回答是什么 说我没有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啊 很明显强弱形势是那个样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自保 怎么能够苛责别人呢 然后就下令把这些书信全部烧掉 不再追究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远光拉得再长远一些 此后不久 曹操再战袁绍 袁绍袁谈身死 袁西 袁上是 远投沙漠 曹操就亲自带兵争了好 无欢 再经历了二百里无水 然后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 君佑伐粮 杀马为师 种种这些绝境之后 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 胜利之后 曹操回到病州 对于先前劝自己 不要远征沙漠人呢 没有责罚他们 而是众家赏赐这些提出异议的人 说我这次呢是侥幸成功 你们说的是万全之策 众赏你们 请你们以后还是有什么想法 知武不言 尽量的都提出来 咱们分析了 战前 战中 战后 袁绍曹操两人的表现是什么 那么从曹元胜负的情况当中 我们又能得出怎样的启示呢 我想我们的启示主要是两点 第一 我们要重视格局 我们知道格局这个事儿很重要 要有大格局 格局不要太小之后 我们当然就会生出一个想法 到底怎么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格局 我们的格局怎么才能够大一点 这里啊 我们要提示一下 关键俩字 一个字是远 另外一个字是大 前者呢是关乎时间 后者关乎空间 培养我们的格局 我们要习惯这种效果延迟 不要那么急功近利 而究竟远和大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效果延迟延到什么时候 那就需要你根据具体的情况 自己做出判断 我们还是再三强调 格局它并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评价 它只是更高级 而不是更高尚 第二呢 我们还要知道 要远离格局狭小的人 在袁绍的人生故事当中啊 最令人惋惜的 其实不是袁绍 因为他的失败是咎由自取 而是谋视田锋和居寿 田锋和居寿 无疑是那个时代顶尖的人才 但就是因为短于去就 所以就造成了各自 人生的那种 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名誉 田锋在临死之前啊 曾经有过感慨 他说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不识妻主而逝之 事无治也 今日受死 夫何足惜 确实他的话 值得我每个人深思 咱们当然不能轻于去就 但假如不巧 你就遇到了袁绍这样的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远离他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